虽然美元指数受到升息的预期 从高点回落修正 不过其他的货币大多人承受卖压 而欧债的价格也持续的下挫 今天我们持续邀请到芝加哥商业所的讲师 王有明老师 老师晚安 老师 刚刚美股稍早开盘 四大指数同步走跌 今天的看盘重点我们先交给您 我想目前美元升息的脚步 依然是没有停下来 所以美元指数一直在高点附近拍毁 那当然其他国家的货币 就相形而可以比较贬值的状况 可今天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在英镑 英镑的新的英国政府上任之后 今天就做出一个令市场 比较难以置信的一种货币政策 跟他的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 两个互相抵触 主要也是因为英镑流失的速度太快 因为美元升息 很多包含英系的资金 英国体系的资金也都往美元去了 所以让英国货币在前一阵子 曾经杀到一块钱对美元 只有1.03历史性的低点 英国政府为了调整汇率 现在做出了升息的预期 并且这个同时又要购债 因为债券也跌到一个相对历史的低点 一般的债券 大家如果发现都在100多块钱 通常是因为债券的价格 通常会是属于溢价发行 可是英国债券现在已经跌破票面 变成折价了 所以现在英国债券的价格 已经在96附近跌破100 所以英国政府只要做出一个 一边升息一边购债 自己自伤的这个 自己伤害自己 用比较贵的利息成本来买进债券 那但是这样操作结果 债券确实也比较回稳 那英镑成为今天所有货币当中 唯一收红 现在从昨天101300点 现在已经涨回到一半0900点 在这个一天当中来回 将近6个百分点 算是意外的一个操作 那也让今天市场上出现了 万绿从中1.0的英镑 那其他原物料的部分 目前的价格都是 算是小涨小跌 那比较值得关注的是 非农就业指数 非农就业指数今天一公布 创下这近五个月来的新低点 那也让这个联总会的官员 觉得是这个政策是有效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断的升息 但是景气看起来没有衰退 这个老百姓的就位市场 还是相当不错 还可以创下新低 所以未来的发展 就变成好消息就是坏消息 既然就位市场不错 那表示我还有可以升息的空间 那也让这个市场 就犹如金工之鸟样 如果一旦想到升息的脚步 如果一旦扩大 那么对7月而言都不是好消息 所以今天三大 这个美国的主要指数 跌幅都算是比较重 特别是对资金成本要求 比较高的这个科技产业 今天已经跌幅高达3个百分点 所以NASDAQ指数 现在已经跌掉360点 越跌越快 所以投资朋友等一下关注一下 因为今天跌的幅度里面 跟台股都比较有联动性 包含苹果已经跌掉3个百分点 另外像ASMO 像是NVIDIA AMD这些晶片厂商 目前也是跌的比较重 那相对强势的个股 都是一些也是吃喝玩乐 像Visa Master Oma这些基础的民生消费品 目前来讲还算稳健 那Netflix 也就是大家在家里看电视 那个Netflix 昨天晚上收盘涨了9个百分点 那目前呢 也还在平盘附近 虽然这一波以来 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些股市 那整体而言 美股现在走进一个新的循环 那在就位市场强劲之下 到底美国升息脚步会不会放大 那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以上是美股的分析 我们把时间先交还 棚内触碰 那么美股周三收红 也激励台股今天早盘开高 虽然盘中是一度震荡翻黑 不过尾盘 电子跟金融类股回神 中场是已上涨68点 收在13,534点 老师啊 今天各族群表现不错 不过整体指数 似乎还是受台积电疲弱的影响 而有所拖累是吗 是啊 今天其实非全职股表现都不算差 我们最后提到 现在因为观光要开放 大家我们刚才看到新闻 也看到这个国境要开放 希望更多外国人来台湾消费 为什么 因为新台币走弱 那你今天拿强势的美元 来台湾观光 不是相对而言比较轻松吗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观光产业 一定要全面的开放 才能稳住 国内的一个经济发展 让你毕竟观光产业 完全掌握权都在我们自己手上 我们要开放到什么程度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国家可以掌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纺织 食品 饭店 汽车 娱乐 我们最后提到 跟观光有关的 外国人要来的衣食住行 娱乐 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明星产业 要赚外汇 要靠观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半导体产业 最近被这个英国 美国财政部长也冷的提到 过度集中在台湾 也有可能 让台湾的电子产业 被这些 美国中国这些强权国家 硬是给我们拆分 或是怎么样去 切割我们自己国内的生产链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大的值得隐忧的地方 那个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 总是比较不舒服 所以今天台积电 再度拖累大盘 让今天涨幅稍微收敛 不能持续上工 这个只剩下68点涨幅 的确不是很好看 那因为国内 另外一个市场焦点 就是台湾大科大 跟这个台湾自新的并购案 那今天也让电信三雄 今天算起来 也算是比较偏弱的族群 其他产业都还不错 但是今天的中华电信 跟这个台湾大科大 都没有表现得非常好 那所以平谱之争 最终得利的 我们认为应该会是消费者 因为大家强来强去 消费者就有比较大的 溢价空间 那么也希望 对这个各位观众而言 都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个股观察方面 我们想除了观光产业之外 汽车产业还是能见度比较高 因为全球都在往电动车发展 那很多关键技术 都是我们自己自行研发 自行发展出来的 那这些规格就在我们自己手上 我们比较有机会去发展 所以投资朋友不妨多关注 跟汽车有关的个股 那我们今天在汽车当中 比较强势像493E的新胜利 这些在做能源的 6279的胡联 在我们节目中也出现过 出现了很多次 主要是做感应器 另外像2207的荷泰 荷泰汽车金 有5个百分点的涨幅 都算是涨得相当不错 那所以我们建议投资朋友 在未来的产业的 这个分布上头 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不妨加入一些观光 跟汽车族群 那么以上分析 提供投资朋友做参考 感谢观看